卡塔尔世界杯上 首战面对德国队 他们先丢一球 下半时五分钟内连入两球带走胜利 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 日本队自比赛第十二分钟 便成为落后的一方 上半场他们局势更是被动 一边再战 日本队主帅森保一大手一挥 唐安律和三山勋替补登场 这次调整彻底扭转比赛走势 第四十八分钟 日本队抓住西班牙队后防失误 唐安律进区外报社得手 两分钟后 唐安律送上助攻 田中碧中路接到横传球后 将球撞入球门 三分钟时间里 他们扭转乾坤 最终 二比一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 日本队以小组投名晋级16强 连续战胜两支世界杯冠军球队 日本队小组出现的含金亮不言而喻 当亚洲之光荣誉头衔 再次赋予日本足球 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 没有压力 只有期待 非要说压力 那就是队员们能不能百分之百发挥平时的实力 替一场无悔的比赛 我相信水道渠成 对阵西班牙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森宝一如是说道 仔细想来 水道渠成四个字 恰好是对日本足球过去几十年间发展的最好概括 小组赛意外赋于哥斯达黎家队 无缘提前晋级后 日本队遭到了来自国内的舆论压力 森宝一直言 过去不能改变 要把过去变为财富 54岁的他此前便表示 日本足球会继续向世界上优秀的球队学习 而这两句话 也是日本队在过去很多年中 一直坚持的足球理念 让我们将记忆拨回到上世纪末 1993年10月28日 1994年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轮 日本与伊拉克队的比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彼时 日本队只要取胜便可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 然而最后时刻 对手打入绝平进球 那场痛彻心扉的比赛被称为日本足球的多哈悲剧 赛后 身批17号球衣的森宝一也摊坐在了球场上 正是在那之后 日本足球开始迎来蜕变 同样是在1993年 聚联赛的节目标志着日本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 四年后 他们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 据统计 当日本队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打进16强时 队内已有8人效力于欧洲联赛 日本队出征卡塔尔的名单中 旅欧球员已经能撑起两套完整阵容 九宝剑英 大破永野 唐安律等人更是声名在外 如此多的海外流洋球员升级了日本队的打法 也让其他亚洲球队投以羡慕的目光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 日本队是一支亚洲竞旅 如今能在世界杯赛场掀翻一流强队 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孩子们的梦想和热爱 或许是日本足球得以强大的最主要原因 早在1978年 日本不少学校的体育课堂上便引入足球项目 1981年 足球小将漫画风靡日本 让很多青少年在心底有了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想 在深耕青少年足球事业多年后 日本足球也终于收到回报 在日本国内的清训体系中 青少年要经过多个梯队层层选拔 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 更具天赋的少年才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从1981年到1988年 七年间 日本小学注册的足球运动员 从11万人 穿升至24万人 而谈起青少年足球赛事 日本高中足球全国联赛便是典型代表 2022年1月10日 日本高中足球全国联赛决赛进行 超过42,000名观众在现场见证了冠军的诞生 如今这项日本高中生全国性足球赛事 已经进行到第101届 决赛周中 过关斩将的48支球队将在举办过世界杯的球场竞逐全国冠军 在日本基层教练眼中 此比赛可以被视为少年们的成人里 日本高中足球全国联赛已经为日本国家队培养了 包括本田归佑 钢琪慎思 中田英寿等一系列知名球员 换句话说 这个舞台上的角逐基本代表了日本青少年足球的最高水平 当孩童少年在绿音场上为梦想而战 数以万计的球迷关注其中 日本足球快速发展的模样便得以展现 或许训练中没有出色的硬件场地设施 但对于足球有着近乎疯狂热爱的少年们 总喜欢在绿音场上付出一切 让青春不留遗憾 在公布卡塔尔世界杯参赛名单时 森保一向外界传达了球队的目标 闯入八强 改写历史 日本足球以2050年之前在世界杯夺冠为目标 我希望明天我们在力争胜利和小组突围的同时 也去摸索我们在未来应该怎样努力 森保一在与西班牙对赛前的这句话 令人印象深刻 日本足球能给中国足球带来哪些启示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